手游酷玩 把最终物品给拿到 但其实我们打这个正常关卡的时候 不用利用睡觉 也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瞬移也可以把这个最终物品拿掉 因为正常这个最终物品是会进入到上方房间的 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比较的麻烦 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把它拦下的话 那么这一关将变得非常迎刃而解 好的 咱们要睡觉了 那马上进入到上面房间 先睡一会儿 如果在下边睡觉 那肯定会被这个保安这个大块都会看见的 那这群保安的话都是比较聪明的 稍微扫到你 就会疯狂的追降你 把你暴揍一顿 那么游戏的二代 并不像一代 有这个骑士装 或者是超人装之类的 这些特殊装备 那么如果有骑士装的话 咱们这些关卡都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出 那二代为了削弱 他这个硬闯的能力 主要是打造神偷秘密潜入 那这些装备也是围绕了神偷秘密潜入来设计的 所以说并不具备一代的这种特殊的防御能力 好的 就在这我们要睡觉 睡醒之后 暴博获得一个两秒的buff 进行一个快速冲刺 那么猎中冲刺 我们可以更快的直接把它吃到 因为这个东西被鬼附体了 他会在门这稍微卡一下 把东西拿起 本关就可以通关了 那么这次全部的秘密任务都已经通关 那后续我们会以这个神的buff最后一个装备来进行演练游戏攻略 那最后一个装备是我们解锁最后一章的这个万圣截至的关卡 他这个装备是可以在游戏中发现一些隐藏物品 那么这个物品可以进行一个换钱 所以说它是一个金币装 我们利用它可以打出更多金币 从而也可以买到之前的一些装备 也可以为金币装进行升级 那么最后它可以获得50%左右的这么一个加长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那神特暴博系列依然是五星加评价 这没什么说的 因为这个游戏越到后期 它是越好玩的 我们可以拿出更多装备 以及更多的一些小道具 来进行整股这些NPC 那么要说一下 如果你想单纯刷钱的话 换上这个衣服来到游戏的最后一张的第14关 那么14关的话 物品多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 那一把这个衣服的话是25个金币左右吧 如果你能开启这个联网模式 那观看广告一把的话 可以完成50金币 那10把就是500金币啊 那你购买装备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梯子的话 可以搭梯子去连一下其他的这个IP 那这样的话 这个装备的价格就会降低很多 我在之前的某一期视频已经说过了 因为如果你不搭梯子的话 这个装备是非常贵的 如果搭梯子 那么装备价格就会变得非常的低 好 咱们来把东西全部收集一下 上方有很多的东西 这个沙发 还有周边的东西都拿上以后 在墙角猫杂 千万不要动 如果你动了 就会被这个老太太看到啊 其实你不动 这个老太太也是容易看到你的 因为这个厨师可能会顶她一下 那造成这个NPC 她的视角进行改变 所以说这一关 能不能被看到 也是比较的随缘的 所以说拿了东西之后 我们赶紧走 直接出门 看看可以获得多少金币的奖励 那么二出五个是肯定有的 好的 本期游戏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游戏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